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也许不是生于死 而是有天当我就在你面前 你却再也记不起我是你的至爱 那时候一开始就判定出来 是初期的阿滋海默症 因为我觉得说 在你有记忆的时候 你想做什么 我们就去做什么 大概就因为太害怕 这一天的到来吧 蔡摩萱从妈妈生病的那一刻起 便尽可能选择寸步不离 然后她也会养成习惯 我就是固定哪里要做什么 就有一个目标 就像她就算礼拜四休息 她一样也四点多就醒过 一样的一样的道理 每个天刚破小时 前天如有妈妈忙着消毒擦拭 在一张张搬出白铁车的身影 一旁也必然扣着女儿 瞻前顾后的叮咪 七年了 2500多个日子里 为了陪妈妈 也好让老店可以正常运行 才蒙悬坚强的 当起假日妈妈 上班时留在台南老家 唯独每个礼拜天休一天 才匆匆赶到客运高铁 直搬台北 拥抱她跟先生和两个孩子的家 要说从高中开始我就是经念夜间部的 所以我可以说我也都是在这里一直做 做到我结婚之后 我连续假日也都是回来做的 就算我嫁出去之后 每年过年 我老公跟我说 我们没有出去 我说没有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来帮忙 算一算 从出生长大 结婚生子到现在 蔡沐萱待在店里的岁月 起码超过40年 若真要论其姐弟俩的孝顺 那该是使自上一代父母亲的身教吧 应该是我阿嬷 她当初弃切之后 必须躺在床上 一般的人会选择送养老院 我家没有 然后我爸 我阿嬷躺了两年 我爸日夜陪了两年 抽谈 喂营养 全部都是他自己的 我爸还要做店里的生意 然后他还要顾我阿嬷 年轻时 爸妈其实早在台中 拥有间小型的带空鞋场 当年是为了圆满第一代 阿公阿嬷的心愿 才回台南接手拭目于早点 想不到40几个寒暑过去了 已经在外独当一面 做起厨师的蔡哲伟 今夜因老店人手不足 二话不说就辞职回家 哪怕从小到大 内心对店里根本是存满抗拒的 因为小时候你都在家里工作 跟同学在玩 基本上一开始就是排斥了 因为朋友都 大家都约出去要看电影 吃喝玩乐的时候 你也会想要去阿 但是你可能就是因为工作 家里就是说你就不能去 就是要留下来工作 然后你一次两次之后 你自己就会排斥 就是说我会想要去玩 对 他就会很反抗回来 回来这里 对 现在回头去想 内蒙恐惧回家的阴影 过去其实也来自父亲 这个抓起余生 连驱灵瓜度都万分讲究的 老一辈子人 不好相处 我记得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我妈开子宫积累 我跟我爸做 然后做到下午 真的我在整理店 一边整理一边哭 我跟我妈说 我刚才在卖折 因为她的想法 跟我的想法 是完全不能相接的 她就是你如果打扰她工作 她就是打扰她的顺序了 延后她的时间了 就是不行 她就会不开 她就会骂了 所以可想而知 刚回来的那段时间 父子间的磨合 会有多壮力 好比儿子想买台机器 代劳减轻压力 爸爸就反对到底 或者在外见过失念后 无法炒肉燥 也该寻点 根据效率的做法了吧 偏偏抗衡了几年 最后还是得向传统妥协 之前有试着变过 变过的这套客人 马上就会有反映说 味道不一样 要跑掉了 我说没有 她说你们再看看吧 可能是方式或者是什么东西 对 因为每个客人都很厉害 该如何 在七十多年的时代洪流里 取得守旧跟胎患的平衡点 事实上考验从来就不曾停歇 无奈七年前更艰巨的课题来了 那就是妈妈首先被诊断出 患了阿兹海默症 应该说她的记忆力是记以前 所以客人来跟她聊以前 她都记得 你会觉得她很正常 可是她是没有办法写字 她没有办法写字 她没有办法算账 可是在我们以前的话 一个饭一个汤一个蛋 这是很正常 就是多少钱 固定的 就是一个公式 几个汤几个饭 就是一个公式 几个汤几个饭多少钱固定的 可是对她来讲有时候是很困难的 来 我要一个综合内用 来 找一次 谢谢 烧出来 不然还不去拌坏 然后汤这样倒下去 这样来 还不去拌坏 还有忘记一个关起来的动作 她就烧焦了 蔡慕萱始终记得医生的点阱主是 最好的治疗莫过于日子照过 生意照做 于是活就算大火煮汤滚到烧焦是日常 客人向妈妈点餐 她女儿总要盯着附送恩汤 她也不怕累不嫌麻烦 天天陪妈妈站上前台赶架 人家也要烧了 烧的会要 人家都老师 你不去跟我做完了呢 有时候也不去跟他做完了 人家都吃了一盐 都知道我煮肉 像我们的鱼肚汤 跟无姜的鱼皮 它就是香油 胡椒米酒跟姜丝 可是我们的综合汤 它就不一样了 它是冬菜 韭菜 香油 还有胡椒 有的客人 他可能会两种加一起 当然配料又不一样了 有的客人 他会说 我的综合不要什么 或者是我的鱼肚不要什么 这个都是必须要记得 刚好可以训练它 其实 只要自己能无时无刻陪着 蔡摩萱甚至不怕妈妈嘴里念着 难着 下一秒就忘记自己该做什么 毕竟再如何 做女儿的都在啊 她最终担心的是自己守护的不够多 或者 无法再更多了 应该要讲说 从小就是在 我还没有家台北之前 都是在南部 其实一直都是住家里的 当然感情会比较深 一开始知道说 那怎么办 再加上说 店里生意也要做 然后 只能跟我老公三连 可不可以回啊 蜡烛两头烧 就这么一路烧了七年 曾经有好几次烧到心智薄弱时 这个身兼超人女儿的妈妈 是真心这么想的 倘若能将自己剖成两个 那该多好呢 会啊 当我小孩生病的时候啊 真的啊 我生出的时候 你们可不可以跟着 我会想说 那时候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们不跟着我在台南 应该要说哪一边更重要 都很重要 只是更重要 更重要 我只能尽量 真的会想要把一个人剖成一半 是真的 是老店和家人的招募相伴 才让妈妈的病情 奇迹般的稳定至今吧 只是命运从来就不打算 轻松放过这一家子 疫情期间 爸爸三年内动五次大刀 且刀刀都在鬼门关前闯 有次正是中午拉下店门 就送假护病房一躺两个月 而自己则是几年下来 大大小小手术也动了不少 我们只会想说 幸好隔开了 少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去补 这样还好 全部都少的时候就很可怜了 就真的不知道怎么 你要照顾也照顾不来 你要帮忙也帮忙不来 对 可是你有隔开的时候 你会觉得 幸好真的是万幸 也许真是万幸了 起码每个睁开眼的寻常当下 被爱和所爱的人都在啊 因为回来家里 大家都说会比较轻松 或者是比较没有那种压力 但是就像人家说 舒适圈我们觉得就是说 应该是 我应该是没有这种 舒适圈的一个习惯 我也想要去找看看 中和帮我出九号 其他的出七号 煎鱼渡有在煎吗 你也是鱼渡冬粉加十元油条 但就算找不到又如何呢 自嘲的玩笑话里 其实早已经允许了知足 对姐弟俩来说 而今只要能守着爸妈 护好每一缕吹烟 不也算是人定上天了